王一博真是拼命,全力以赴,胜负欲强,狮子做性格,我自己做不到,更佩服这样的人,他的资源转化率非常高,而且觉得他的人最能站着,基于自己的兴趣性格的扩大,甚至是自己的兴趣,而且学得很好,所以他的标签很多,滑板,舞蹈,摩托车,魔术特长,运动,酷,鹰眼很多,排列组合随意使用, 如果我是假,我也喜欢,标签可以随意选择几个符合代言人的东西,不需要头脑,他不是资源咖啡馆,他的演员出到起点很高,上星剧男二,人类的味道是,清欢是他的第一部剧,当时多少,收视率也很好,但后续资源受到虐待而凉爽,以前对王一博没有感觉,后来喜欢赵丽颖去看翡翠,没想到,掉进王一博的洞里,不是疯狂的迷恋,而是觉得他很受欢迎, 在这方面,王一博目前是独一无二的,我觉得有句话说得很好,如果你喜欢的人和他一样,这表明你喜欢的人有一天会这样,即使不在演艺界,他的人生也很棒,当初,超女性没有看过那么火,平时只喜欢看书和电视剧,没想到,陈情令让我知道一博,他才20岁,那30多岁冷淡不骄傲, 优雅有原则的韩光君,剧外强烈的对比让我对他感兴趣,每天上升,极限挑战,创造101后,我发现这个少年的兴趣太多,而且一切都玩得很好,他不仅努力工作,他是有趣,而且充满活力,我一直知道他跳得很好,但没想到会那么好,如果能开源的话,2024年去法国看奥运会,感觉一博的孩子们会去奥运会,滑板和街舞项目, 我觉得他会去,因为他的努力优秀和专业,刺痛了其他真正的资源咖啡,没有什么能力就会被炒鱿鱼的人,所以,一博黑料这么多,但是,知道他的人当然知道,喜欢他的人一直喜欢,喜欢他也有希望和目标,希望自己成为他那样的人,希望自己的人偶,成为他那样的人,一起努力继续优秀,一博其实不太完美,但他很真实,不像一些明星,有人说他的酷盖是人,其实不然, 如果他真的想设置酷盖,他每天的表现就不那么自然